儿子有了女朋友本来是见天大的喜事 可谁想做爹的竟然见不得儿子谈恋爱 老张强烈反对儿子和女友西珠交往 只因老张讨厌西珠的妈妈阿金 原来老张和阿金是老乡 老张年轻的时候在阿金家的养猪场当工人 阿金一直以来都瞧不上老张 老张因此也对阿金没好感 他才不愿意阿金的女儿和自己儿子谈恋爱 而阿金同样反对这门婚事 就算老张现在发达了 但在阿金心中 老张一家仍然是给他家打工的 而西珠才不顾母亲反对 他亲自去志园家里登门拜访 请求志园母亲同意志园和她交往 可任书同样反对这门婚事 他一口拒绝了 可西珠不死心 他继续向志园奶奶求情 求奶奶同意她和志园交往 而奶奶并不反对这门婚事 他甚至觉得能和西珠家结亲是她的荣幸 因为西珠家以前在村里 可是出了名的大富豪 奶奶的承诺让西珠喜出望外 回到家西珠就说服妈妈 同意她和志园交往 可阿金始终不肯松口 西珠只好威胁妈妈 为了和志园结婚 西珠想了一个办法 他提出和志园生米煮成熟饭 生个孩子出来 让两家父母无法反对 志园当然不同意西珠的提议 他觉得无论如何 都不能做出伤害父母的事 而老张为了拆散西珠和志园 他竟然亲自把西珠叫出来 羞辱了一个 西珠背讯的眼泪都出来了 他转头就把这事告诉了志园 而阿金最终为了女儿妥协了 他决定把任书约出来 说服他同意西珠和志园的婚事 可无论阿金怎么劝说 任书就是不肯点头 阿金有些生气 他质问任书怎么能这么绝情 任书当年好歹和他哥哥 谈过一场恋爱 为什么这么看不上他女儿 可无论阿金怎么生气 任书对他就只有一句话 而父亲对待西珠的态度 让志园非常不满 他竟然收拾行李离家出走了 志园的离家出走 让老张和任书特别伤心 老张觉得是时候把真相告诉志园了 不然志园永远都不可能和西珠断绝往来 没办法 任书只能找到离家出走的志园 把真相告诉他 原来任书年轻的时候 和西珠的舅舅大成是一对恋人 可大成死得早 大成去世后 任书发现自己怀了大成的孩子 他迫于无奈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老张 老张一直以来对他很好 还把志园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疼爱 得知真相的志园如遭雷击 这叫他怎么接受 一直以来深爱的女朋友 竟然突然变成了自己的亲表妹 虽然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但他明白不能再和西珠这么相爱下去 志园开始冷落西珠 向西珠提出分手 西珠根本不知道事情真相 对于志园要和自己分手这件事 西珠当然无法接受 而志园不能把事情说出来 他痛苦地朝妈妈任书发起了脾气 对于志园要和自己分手这件事 西珠把责任推到了妈妈阿金身上 西珠觉得都是因为阿金不讨志园父母喜欢 志园才会和他分手 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 阿金只好找到志园爸爸老张 求他允许志园和西珠在一起 而阿金的恳求让老张很为难 老张总不能告诉阿金 其实志园是他亲侄子 志园和西珠是一对亲表兄妹 老张什么都不能说 只是坚决地反对志园和西珠交往 阿金说服不了老张 又只好亲自找到志园 劝他不要和西珠分手 志园当然不可能答应 为了斩草除根 志园只好撒谎骗阿金说 他已经移情别恋 爱上了别的女人 志园的话让阿金信以为真 他当场就火冒三丈 把志园教训了一顿 阿金把志园的所作所为告诉了西珠 劝西珠不要再为这种男人伤心 可西珠不信志园是这么三心二意的人 他亲自找到志园确认 让志园把新女朋友带到他面前 迫于无奈志园只好打电话 把自己的女性好友叫了过来 好友一过来 志园就当着西珠的面亲了他 看到这一幕的西珠彻底死心 他从志园家里落荒而逃 西珠这一走并没回自己家 第二天 西珠的妈妈来志园家里要人 志园这才知道西珠失踪了 志园疯了似的 到处寻找西珠 可怎么都不见西珠的踪影 最后还是西珠自己打电话过来 告诉了志园自己的所在 志园在海边找到了西珠 西珠无论如何 都不信志园会移情别恋 他一个劲地逼问志园 为什么要和他分手 志园此时已经走到绝境 为了让西珠彻底死心 他只好把真相说了出来 西珠这才知道 原来志园是自己 已经死去的舅舅的儿子 对于这个真相 西珠痛苦地难以接受 可他为了保护志园 又不能把真相说出来 为了摆脱这份感情 带给自己的困扰 西珠最终决定出国留学 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而西珠的出走 让阿金很是伤心 阿金觉得女儿被逼出国 都是张家一家造成的 阿金本来就讨厌张家一家人 这下两家人梁子姐得更大了 三十年前海俊被生母抛弃 三十年后逆袭成检察官 生母又找上门来是好 只因海俊同母异父的弟弟 被诬陷入狱 生母狱子请海俊出手就弟弟出来 想到狱子当年狠心将自己抛弃 海俊断然拒绝了狱子的请求 海俊塞给狱子一些现金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烦他 可海俊身体里始终流着狱子的血 他查明真相后 便替弟弟洗刷了冤屈 把他从牢里救了出来 为了表示感谢 狱子特地给海俊做了好吃的 看着狱子亲手做的食物 海俊想到了小时候 被狱子抛弃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海俊只有六岁 海俊是狱子做小三 偷偷生下来的孩子 后来海俊爸爸死了 狱子养活不了海俊 便把他扔在了原配家门口 原配当然不肯收留这个老公 和小三生下来的孩子 他把海俊赶出了家门 可原配的亲生儿子 心疼这个弟弟 他主动把海俊带回了家抚养 这三十年来 海俊就这么在原配家里长大 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 而狱子抛弃海俊之后 嫁给了别的男人 和这个男人又生了一个儿子 母子俩现在过得穷困潦倒 见海俊坚持不可和自己相认 狱子便亲自找到了海俊家里 一见到原配阿芬 狱子竟然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小三身份 他亲热地和阿芬打起了招呼 可阿芬见到狱子就来起 他不由芬说便要给狱子离开 可狱子不肯走 他光明正大地说 他是来看他儿子的 一见狱子提到海俊 阿芬更生气了 他咬了一盆水 就往狱子身上扑 狱子最终被阿芬赶走了 狱子的突然到访 着实把阿芬气得不轻 阿芬一边生气 一边又担心 狱子把海俊抢走 阿芬的亲儿子老张 来哄阿芬吃饭 可阿芬气得连饭也吃不下 而狱子不妄向海俊告状 控诉阿芬对他的态度多么恶劣 可海俊站在养母那边 他让狱子以后不要再来找他 他根本就不想见到狱子 回到家 海俊本来想安慰 养母几句 可阿芬正在气头上 他一股脑 把海俊骂了一顿 海俊知道阿芬说的 都是气话 他告诉阿芬 这些年养他爱他的都是阿芬 在他的心目中 阿芬才是他唯一的妈妈 海俊的这番深情告白 果然有效 阿芬的心立马 柔软了起来 而海俊的大哥老张 看出了海俊的为难 他劝海俊 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总不能一辈子 对自己的亲妈避而不见 第二天 海俊亲自来到狱子的出租屋 他打算给狱子一些钱 让狱子从今以后 不要再来找他 狱子没想到 海俊会这么绝情 他赌气的让海俊 给他一意含远 他保证从今以后 不会再来骚扰海俊 海俊信以为真 马上就要去银行 给狱子打钱 可狱子此时后悔了 他抱住了海俊的脚 让海俊不要这么对他 海俊没有李狱子 就怎么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海俊不忘看了一眼 出租屋的环境 出租屋的狭小凌乱 让海俊有些心软 其实他也不愿意看见 亲生母亲过成这样 见狱子吃住寒酸 便带着他去高级餐厅用餐 对于儿子的好意 狱子当然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 饭后 海俊给了狱子一张银行卡 他表示 以后每个月 都会给狱子一笔生活费 狱子不肯收 他告诉海俊 只要海俊每个月来 和他吃一次饭 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保证 再也不会出现在海俊养母面前 海俊最终答应了狱子的请求 还强行把银行卡给了狱子 狱子心里此刻 可谓是欣慰极了 而海俊的养母阿芬心情 就比较难受了 狱子之前来家里闹事 阿芬就担心狱子会把海俊抢走 如今海俊回家稍晚一些 阿芬都怀疑 海俊背着他 偷偷和狱子见面去了 阿芬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他让自己的亲儿子老张 去打听一下狱子的住处 他要亲自和狱子见上一面 老张按照母亲的意思 打听到了狱子的住处 他自己先和狱子见了一面 老张表示 他不反对狱子和海俊见面 毕竟狱子是海俊的亲生母亲 但他希望狱子和海俊见面的势能 瞒着他妈妈 毕竟他妈妈养了海俊这么多年 现在狱子找来了 他妈妈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 对于老张的话 狱子无法反驳 他答应以后不会再去骚扰阿芬 只会偷偷和海俊见面 有了狱子的保证 老张便放心大胆地 海俊叫来 给他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食物 母子俩正高兴地谈天说地 谁想这时阿芬竟然找来了 一见海俊竟然偷偷和狱子见面 阿芬气得扭头就走 狱子拦不住阿芬 着急地问海俊该怎么办 可海俊此时不慌不忙 他让狱子不要着急 等他陪狱子吃完这顿饭再说 而阿芬回到家就大发脾气 他收拾好海俊的行李 打算把他扫地出门 老张来劝母亲不要这么激进 因为阿芬这么做 只会让海俊为难 可老张的话 阿芬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此刻他已经完全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不一会儿海俊回来了 他亲自来向阿芬认错 阿芬一见海俊就来气 他指责海俊忘恩负义 阿芬就这么开始绝食 海俊每天来哄他吃饭 他也无动于衷 只不停赶海俊出去住 海俊只好解释 他是看亲生母亲过得穷困潦倒 觉得他可怜 才一直和他来往 可阿芬并不买账 他问海俊为什么不觉得他可怜 他不嫌弃海俊是他老公和小三生的孩子 辛辛苦苦把海俊养大 结果海俊转头就找自己生母去了 见阿芬这么固执 海俊只好保证 他以后再也不和玉子来往 可阿芬根本不信 他敢海俊去和玉子生活 海俊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连阿芬的亲儿子老张都觉得海俊可怜 他让海俊收拾行李搬出去 去和亲妈一起生活 可老张的行为惹怒了阿芬 阿芬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他并不是真的想赶海俊离开 阿芬责怪老张乱出主意 冷静下来之后 海俊也来劝阿芬 海俊说 其实一开始 他真的很埋怨自己的亲生母亲 埋怨他把自己抛弃 可最近见到亲生母亲才发现 他过得凄凉无比 他一下子就不忍心了 或许是因为血缘的关系 他总是忍不住想帮帮自己的亲生母亲 海俊的话 让阿芬辗转反侧了一眼 其实他心里明白 他怎么可能斩断阿俊和生母之间的血缘亲情 第二天 阿芬亲自找到玉子 他指责玉子 当年勾引他老公不够 现在还要来抢他的儿子 玉子当然为自己叫区 他说 他并没有勾引过阿芬的老公 阿芬懒得和玉子 在掰扯这些往事 他直接告诉玉子 从今以后 他不会再阻拦海俊和玉子来往 但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玉子 不要到处去和别人宣扬 他是海俊的亲生母亲 原来海俊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 但这个女朋友的家人知道 海俊是小三的私生子后 就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 从那以后 海俊就再也没交过女朋友了 说完这些阿芬就走了 而玉子没想到 自己曾经的小三的身份 竟然给海俊带去过这么多困扰 阿芬走后 海俊又找了过来 海俊告诉玉子 这是他最后一次来看望玉子了 他思来想去 都觉得不能做出 让养母伤心的事 听完海俊的告别 玉子竟然没有生气 这次他支持海俊的决定 玉子觉得 阿芬确实把海俊栽培得很好 不像他这个亲妈 只会给海俊带去困扰 海俊走后 玉子才发现 海俊送了他一条围巾 他抱着这条围巾 放声大哭起来 而海俊回到家 阿芬告诉他 从今以后 他不会再阻止海俊 和玉子来往 阿俊要和玉子见面 还是吃饭都随便 只要不让他知道就好 他能为海俊做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可海俊拒绝了 他向阿芬保证 他不会再做 让阿芬伤心失望的事 而玉子的生活 继续穷困潦倒着 玉子本来就租住着 狭小破烂的房子 可房东趁火打劫来涨房租 命令玉子 交不出房租的话就搬出去 玉子本来想 打电话向海俊求助 可才刚拿起电话 就挂掉了 他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他不能再麻烦海俊 而玉子还有一个儿子阿植 这个阿植整天无所事事 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 阿植脸皮就比较厚了 他主动找到海俊 让海俊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可海俊拒绝帮忙 他让阿植不要再来求他办事 阿植没想到这个 同母异父的哥哥会这么绝情 他气得差点和海俊打了起来 而海俊虽然嘴上说着拒绝 但他内心还是担心着玉子 海俊主动找到玉子 提出帮忙 可玉子拒绝了 他实在不愿意再麻烦海俊 玉子还把海俊以前 给他的钱还给海俊 可海俊坚持不肯收 他把钱还给了玉子 海俊实在无法看着生母 过着这样穷困潦倒的生活 最终海俊决定 给玉子买一栋房子 可海俊买房的事 很快被收养他的大哥老张察觉了 老张劝海俊慎重考虑 因为买房的事 如果被母亲阿芬知道 家里必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阿芬是养大海俊的养母 海俊当然很重视阿芬的感受 可海俊又不能眼看着 自己的亲生母亲居无定所 他一时陷入了纠结之中 老张心疼海俊 只好承诺 住房的事 他来出面解决 老张先是试探性的 问自己的母亲阿芬 如果阿芬不想海俊 和亲生母亲玉子见面的话 那么给玉子一笔钱 让他离开这个城市怎么样 阿芬一听坚决反对 他觉得 他养了海俊这么多年 玉子向他支付抚养费还差不多 现在既然让他倒贴钱给玉子 想都不要想 阿芬那里说不通 老张又只好亲自找到玉子 给了他一些钱 让他拿着这些钱 去租间房子住 不要再让海俊操心了 可玉子不肯收 他觉得老张想用这些钱 来买断他和海俊之间的血缘倾情 眼看玉子不肯接受自己的帮助 马上就要流离失所 老张只好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安排玉子来自己经营的加油站工作 搬到加油站的宿舍里住 老张把这个想法和阿芬一说 阿芬一听就炸了 阿芬觉得 老张是不是疯了 竟然想把玉子这个 和他抢儿子的女人 弄到他面前来 这不是摆明想把他气死吗 阿芬把气撒到了海俊身上 他觉得这一定是海俊的主意 老张急忙解释 根本不关海俊的事 是他自己想的办法 因为玉子马上就要没地方住了 他看在海俊的面子上 想帮玉子一把 可无论老张怎么劝说 阿芬都不同意让玉子来加油站工作 阿芬甚至马上要冲出去找玉子 和他做个两段 海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洋物 有了海俊的保证 阿芬的怒气才稍微平息下来 他一口气吃了好几碗饭 准备和玉子这个女人斗争到底 而老张发现 自己的儿子志源 最近和加油站的职工小美走得很近 老张害怕两人产生感情 他特地打听了一下小美的身世 谁想小美告诉老张 他爸爸因为破产 在他七岁的时候自杀了 几年之后 他妈妈就带着他弟弟改嫁了 留下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小美复杂的身世 让老张吓了一跳 他可不想儿子找这么一个女朋友 老张旁敲侧击地提醒志源 不要和小美走得太近 可志源根本听不进去 他反而觉得 爸爸插手自己的感情生活很过分 志源气得和爸爸吵了起来 志源的母亲人书 不想看见父子俩感情不合 他劝老张不要干预志源的感情生活 志源爱找什么样的对象 让他找就是了 可老张仍然不同意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 值得这世上最好的 阿芬决定不再阻止海俊 和亲生母亲玉子见面 他知道玉子过得穷困潦倒 便亲自找到玉子 又是给他介绍工作 又是给他提供住的地方 可阿芬满腔的好意 既然被玉子一口拒绝 玉子觉得自己 如果去阿芬的加油站工作的话 一定会被阿芬欺负 既然玉子不愿意 接受自己的帮助 阿芬也懒得多说 他扭头就走 可阿芬还是把同意玉子 来加油站工作的事 告诉了自己的亲儿子老张 老张一听就乐坏了 他很欣慰 欣慰母亲终于肯让步 同意海俊和玉子来往了 老张又赶紧把阿芬的决定 告诉了弟弟海俊 让海俊去劝劝玉子 海俊只好亲自找到玉子 问他为什么不肯来加油站上班 玉子告诉海俊 其实他很想去加油站上班 去加油站上班的话 就能经常看到海俊 他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舍得拒绝呢 可他担心的是 如果真的去了加油站上班 到时候海俊家在养母 和他这个生母之间 会很难做人 这下海俊知道了玉子的困扰 他反问玉子 难道玉子现在没有收入 住在这种狭小破旧的房子里 他就不用担心了吗 如果玉子不愿意搬到加油站 去住的话 他就只能给玉子买房了 一听海俊要给自己买房 玉子担心会引起更大的争端 他只好答应去加油站上班 而玉子还有一个儿子叫阿芝 阿芝告诉海俊 其实玉子当年抛弃海俊后 嫁给了他爸爸 然后生了他出来 可他爸爸是个小混混 经常把玉子打得满脸血 玉子后来带着他逃跑了 就算日子过得很辛苦 玉子也从没想过要把他丢掉 早就不恨玉子这个亲妈了 反而一直思念着他 回到家 海俊感谢起自己的养母阿芬 感谢他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感谢他不计前嫌的接纳了玉子 可阿芬让海俊不用谢他 要谢就谢谢大哥老张 因为这天底下 没有比老张对海俊还好的人了 而玉子马上就要来加油站上班 他特地向老张打听工资情况 老张给玉子开了一个很不错的工资 把玉子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玉子还视察了加油站的住宿条件 看着宽敞明亮的宿舍 玉子心里满意极了 参观完加油站后 玉子特地去看望阿芬 向阿芬表示了感谢 可谁想 玉子同时还提出一个要求 那就是 他希望他的另一个儿子阿植 可以一起搬到加油站中 并在加油站找一份工作 玉子的要求实在过分 把阿芬气得当场跳脚 阿芬指责玉子贪心 他是看在海军的面子上 才答应玉子来加油站工作的 玉子竟然还想着 带另一个儿子一起来占便宜 老张只好在中间打圆场 他让玉子放心 他会说服阿芬 让玉子的儿子搬过来一起住 玉子就这么搬进了加油站宿舍 他还毫不客气地 带着自己另外一个儿子阿植 一起搬了进来 海军眼看玉子和阿植的生活有了着落 他来感谢养母阿芬 为自己亲生母亲和弟弟所做的一切 阿芬早就想开了 只要海军不得开心 他这个做养母的 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 而海军的弟弟阿植 在加油站混了一份工作 可他工作态度漫不经心吊锅 竟然给顾客的汽车加油时 不小心加错了 顾客的汽车损坏了 他态度强硬地 让阿植陪他一辆新车 可阿植觉得汽车坏了 修好就行 凭什么陪新车 他同样态度恶劣地和顾客吵了起来 而阿芬的儿子老张 是加油站的老板 他只好站出来打圆场 同意陪顾客一辆新车 并要求阿植给顾客道歉 可阿植不肯道歉 他甚至还要和顾客干假 大家只好把阿植拉开了 处理完这事后 老张开始苦口婆心地劝阿植 劝他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力壮 形势就这么冲动 可阿植完全不听劝 他甚至和老张顶起嘴来 阿植因为这点小事 就料爵子不干 离家出走了 眼看阿植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玉子觉得很丢脸 他只好亲自上门向阿芬道歉 而海君花了好几天时间 才找到阿植 他苦口婆心地劝阿植回家 阿植当然不肯 他甚至阴阳怪气地嘲讽海君 嘲讽他在老张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海君可以忍受阿植骂自己 但不能忍受阿植骂他养母一家人 他生气地暴打了阿植一顿 并表示从今以后不会再管他 阿植回不回家随便 谁想阿植挨了这一顿打之后 反而学乖了 他又屁颠屁颠 回了加油站工作 而老张的老乡来看望老张 老张从老乡那里得知 村里的养猪场要卖了 老张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养猪场打过工 他对这个养猪场很有感情 老张给了老乡一笔钱 打算把养猪场买下来 可养猪场的老板是阿金 阿金一听说 老张买下了自己的养猪场 他二话不说 就把钱扔在老张面前 让他不要打养猪场的主意 原来老张以前在阿金的养猪场打工 阿金根本瞧不上老张这个人 他怎么可能把自家的养猪场 卖给这个曾经的打工仔呢 更何况 阿金最近还和老张结了一个大仇 阿金的女儿 本来在和老张的儿子谈恋爱 可老张坚决反对两人恋爱 阿金的女儿因此伤心过度出国去了 现在阿金恨老张恨得不得了 阿金说什么都不肯 把养猪场卖给老张 老张被阿金气得跳脚 而老张的母亲阿芬 不知道养猪场这档子是 因为过年阿芬包了很多饺子 阿芬惦记着阿金这个老乡 他打算亲自送点饺子给阿金 可阿金看到老张一家人就来气 他狠狠地把饺子砸在了地上 阿金的言行让阿芬十分郁闷 他竟然伤心地吃不下睡不着 而老张怎么忍心看着母亲受到这种侮辱 他亲自找到阿金家里 暴跳如雷地和他吵了起来 罵完人之后 老张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连阿金的老公大雄都觉得 这是阿金的错 大雄让阿金去老张家道歉 可阿金脾气固执 他坚决认为自己没错 不肯去道歉 尽管阿金和老张家闹成这样 可令两家人没想到的是 阿金的小女儿孝珍 正在和老张的弟弟海君谈恋爱 生母和养母在海君面前争宠 他们同时做了好吃的 满心期待着海君会品尝谁的食物 海君思考半天 他最终夹起了养母做的年糕 养母旗开得胜 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而海君看生母有些失望 他又赶紧夹起玉子做的饭团 这下生母也乐了 可谓是皆大欢喜 而海君难以承受两位母亲如此沉重的爱 他吃完东西就赶紧逃离了战场 海君走后 两位母亲之间的硝烟仍然弥漫着 过几天就是海君的生日 生母玉子从没给海君过过生日 他支支吾吾地表示 今年的生日可不可以由他给海君操办 可海君这么多年的生日 都是由养母阿芬负责 他觉得玉子现在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他一口就拒绝了 阿芬还趁着玉子不注意 捡烂了海君给玉子买的围巾 几天之后 海君的生日到了 阿芬特地给海君做了一大桌吃的 海君虽然吃得很开心 但他内心仍然有些惆怅 他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和玉子一起过这个生日 而阿芬终究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并不是真的想拦着海君和亲妈一起过生日 海君接到了人书的电话 人书撒谎说 今晚没人在家 海君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行程 海君一听高兴极了 这下他可以光明正大 去玉子那里过生日了 海君到了玉子家 玉子早就给他准备好了生日餐 玉子告诉海君 其实抛弃海君之后 他无数次想去阿芬家里把海君接回来 可以想到海君跟着自己 只能吃苦受累 他又只好忍住了 而海君听着这些话 吃着亲妈为自己准备的晚餐 不由感动地哭了出来 没多久 玉子发现自己的围巾被剪烂了 他知道这是阿芬所为 玉子气得和阿芬吵了起来 阿芬自知理亏 他亲自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围巾送给玉子 可玉子不肯收 他觉得就算围巾一样 但不是他儿子买的 完全没有意义 见玉子不肯领情 阿芬反而发起了脾气 他带着围巾离开了 可阿芬始终觉得自己这是做的不对 他把围巾给了海君 让海君亲自给玉子送去 海君按照阿芬的吩咐 把围巾重新送给了玉子 玉子收到围巾后喜笑颜开 他不禁觉得 阿芬这个老太婆还挺可爱的 孝珍最近和男朋友确立了恋爱关系 两人正美美的视频聊天 谁想孝珍的妈妈阿芬 发现了孝珍正在谈恋爱 这个恋爱对象 阿芬也认识 是他仇家老张的弟弟 阿芬命令孝珍和海君分手 孝珍不愿意 阿芬气得打了孝珍一耳光 就算孝珍跪下来求妈妈也没用 阿芬就是不准孝珍和海君交往 而海君把孝珍带回了自己家 得到的反应同样是不受欢迎 海君的家人们 纷纷劝海君与孝珍分手 可海君已经提了新药和孝珍结婚 这次他决定抗争到底 没办法 海君的养母阿芬心疼海君 他只好亲自找到阿芬 求他成全海君和孝珍 可阿芬看到海君一家人就来气 阿芬还没开口说几句话 就被阿芬赶走了 养母说不动 海君的亲生母亲玉子 又只好亲自出马 可阿芬看着玉子更来气 阿芬知道玉子是海君的生物 也知道海君是玉子 做小三生出来的孩子 他嫌弃的 让玉子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玉子觉得阿芬侮辱了自己的儿子 他在公共场合和阿芬大吵大冒 而阿芬实在受不了 海君一家人的纠缠 他亲自找到海君 毫不留情地泼了他一身水 并警告他 以后不要让家人再来纠缠 他是不会答应孝珍和海君结婚的 警告完海君不够 阿芬又亲自找到海君的哥哥老张 告诉他 海君之所以有今天的待遇 都是老张这个做哥哥造的孽 当初他的大女儿 想嫁给老张的儿子 老张拼死反对 现在他也要老张尝尝相同的滋味 而海君因为阿芬的反对心情郁闷 一不小心就大病了一场 连饭都吃不下去 老张觉得是自己阻碍了海君的姻缘 他决定把真相说出来 老张亲自找到阿芬 告诉他 当初他之所以反对阿芬的大女儿 和他的儿子志源结婚 是因为两人是亲调兄妹 阿芬一听简直大惊 他没想到志源竟然是自己的亲侄子 可这下阿芬误会更深了 他觉得是老张害死了他亲哥哥 霸占了他哥哥的女朋友和儿子 原来当年社会动荡 阿芬的哥哥到处游行示威 后来被人举报抓到牢里 判处了死刑 现在阿芬怀疑 举报他哥哥的人是老张 回到家 阿芬就伤心的摊在了床上 把真相全部告诉了家人们 并指责老张害死了他哥哥 可阿芬的老公大雄 此刻脸色难看 因为他知道 害死阿芬哥哥的那个人 并不是老张 原来当初举报阿芬哥哥的人 正是大雄 当初大雄同样到处示威游行 他被警察抓住之后 被迫把阿芬的哥哥供了出来 大雄一直对这试毁恨无比 他把真相告诉了老张 可老张早就知道 举报人是大雄 但两人是老乡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没有戳破 甘愿自己背飞锅 老张的话 让大雄更加羞愧了 他觉得自己 不能再将这事隐瞒下去 他决定马上把真相告诉阿芬 可大雄冲动的行为 被老张拦住了 老张坚决反对大雄说出真相 老张让大雄想想 如果阿芬知道了真相 知道哥哥 是被自己老公亲手出卖的 他会有多崩溃 老张让大雄一定要隐瞒真相 这个黑锅由他来背就行了 反正背了这么多年 他无所谓 阿芬最近发现 自己死去多年的哥哥 竟然有一个儿子 阿芬迫不及待地 想认回这个侄子 可智元从小由别人养大 他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根本毫无印象 他更愿意以现在的身份 继续生活下去 智元的话触怒了阿芬 阿芬告诉智元 智元的养父 就是杀死智元亲生父亲的凶手 智元怎么能认贼作父 可无论阿芬怎么劝说 智元就是站在自己养父那边 无论阿芬怎么抹黑老张 智元都坚定地 把老张当作自己的亲生父亲 而阿芬眼看侄子 不肯和自己相认 他对老张的恨意更深了 他坚定地认为 是老张害死了他哥哥 抢走了他侄子 眼看阿芬陷入了痛苦之中 阿芬的老公大雄 此时内心很矛盾 其实间接害死 阿芬哥哥的人是他 并不是老张 大雄无数次想把真相说出来 可老张就是不肯让他说 他宁愿自己来背这个黑锅 而老张的弟弟海俊 在和阿芬的小女儿孝珍谈恋爱 阿芬本来坚决反对两人交往 但现在为了认回自己的侄子 阿芬竟然同意两人交往 但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智园愿意和他相认 智园一直和海俊 这个舅舅的关系很好 他二话没说 就答应了阿芬的要求 就这样 阿芬终于同意海俊和孝珍交往 阿芬还准备约海俊的妈妈 出来商量婚事 可海俊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生了她 却抛弃她的亲生母亲玉子 另一个是养了她 三十多年的养母阿芬 现在海俊要结婚 两个妈妈在讨论 该由谁出面主持婚事 玉子很有自知之明 她觉得阿芬养了海俊这么多年 于情于理 都该由阿芬出面来操办婚礼 玉子虽然谦让 可谁想阿芬在背后搞事情 她直接打电话给玉子 让她出来商量婚事 对于阿芬的行为 阿芬有点生气 可她还是顾全大局的叮嘱玉子 一定要和阿芬好好商量 不要把婚事搞黄了 就这样 玉子付了阿芬的约 玉子觉得自己 虽然是海俊的亲生母亲 但她从没抚养过海俊 不配操办海俊的婚礼 她让阿芬去找阿芬商量 毕竟阿芬才是养大海俊的人 可谁想阿芬拒绝了 她告诉玉子 她只认玉子 这一个亲家母 别的人她都不认 阿芬的话 一下让玉子迷惑了 她实在不知道 阿芬为什么要这样 而阿芬见完玉子后 她又亲自找到海俊 让她和养母一家人断绝关系 原来阿芬心里始终恨着老张 她不希望海俊继续当老张的弟弟 她告诉海俊 如果海俊想和她女儿结婚的话 就必须和老张一家人断绝联系 阿芬的要求 属实有点过分 海俊当然不可能答应 而玉子把海俊和孝珍叫了过来 她明确表示 她不会出面操办婚礼事宜 玉子还让孝珍回去劝劝妈妈 不要让大家难做 而孝珍知道 妈妈提出了这么过分的要求后 她回家就和妈妈吵了起来 可无论孝珍怎么劝说 阿芬都坚持让海俊 和养母一家人断绝关系 而老张知道 阿芬不会这么轻易地成全海俊 她问海俊 阿芬是不是提了什么条件 海俊只好把阿芬 让他和家里断绝关系的是说了出来 老张思考了一晚上 第二天 他主动来劝说海俊 满足阿芬的要求 和家里断绝关系 海俊当然不肯 他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的婚姻幸福 就抛弃对他这么好的养母一家人 可老张坚持己见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关系 阻碍海俊的姻缘 说服了海俊 老张又来说服母亲阿芬 老张告诉阿芬 阿芬那边 现在只认海俊的亲妈当亲家母 所以海俊结婚的是 阿芬可不可以放手 让玉子出面操办 一听老张的话 阿芬当场就抱走了 他没想到 阿芬竟然会提这样的要求 他含心如苦养了海俊30年 难道现在连他的婚礼都不能插手吗 阿芬觉得阿芬实在太过分 他不顾老张的劝阻 一定要找阿芬要个说法 阿芬到了阿芬家里 他问阿芬到底对他有什么不满意 为什么不让他插手海俊的婚礼 阿芬不想多说什么 他让阿芬有什么疑问 回去问自己的儿子老张 反正他现在根本不想见到 阿芬和老张一家人 阿芬被阿芬气回了家 他气得实在睡不着觉 问老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阿芬这么狠他们 老张当然不敢把真相告诉妈妈 他只说没有别的原因 是因为阿芬讨厌他才会这么做 老张还劝阿芬放手 只要海俊能顺利结婚 就算他们和海俊断绝来往 又有什么关系 老张的话让阿芬伤心的哭了出来 海俊是他养了30年的孩子 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他的心又不是石头做的 妈妈的哭诉刺痛了老张的心 他只好亲自找到阿芬 跪下来求他 老张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出现在阿芬面前 但求阿芬不要逼海俊 和母亲断绝关系 可阿芬已经认定 老张害死了他哥哥 他骂老张 现在下跪有什么用 他哥哥又不会死而复生 而阿芬的老公大雄 再也看不下去 他站出来承认 他才是间接害死 阿芬哥哥的凶手 老张一听就急了 他赶紧起身 让大雄不要为了他说谎 而阿芬根本不相信 大雄才是害死 自己哥哥的凶手 他让大雄不要为了 替老张求情 就说这些谎话来骗他 而孝珍实在不愿意 看到这场闹剧 再继续下去 他告诉妈妈 这婚他不结了 眼看女儿的婚事 就要告吹 大雄质问阿芬 这就是阿芬愿意看到的吗 给女儿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阿芬现在心满意足了吗 而海俊也同样告诉 杨母阿芬 这婚他不结了 阿芬永远是他的妈妈 自己的私心 就断送了海俊的姻缘 第二天一早 阿芬让海俊放心大胆的结婚 他说 就算他不能参加海俊的婚礼 也没关系 只要海俊过得幸福就好 而阿芬同样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 他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过分了 第二天 阿芬告诉大雄 他同意海俊和孝珍结婚 海俊的养母 要是想一起操办婚礼就办 他不再反对了 海俊最近要结婚 两个妈妈为他操碎了心 商量婚事的时候 海俊的丈母娘阿芬提出 阿芬的挑拨计划还在升级之中 他对阿芬爱搭不理 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 却对着玉子大献殷勤 不但私下约他一起吃饭商量婚事 还特地给他准备了参加婚礼时穿的衣服 而玉子看到这么名贵的衣服 一下子就紧张了 他可不敢收 他把阿芬的女儿孝珍叫了过来 让他把衣服送回去 玉子叮嘱孝珍 把衣服送给阿芬 毕竟阿芬才有资格收下这件衣服 孝珍按照玉子的意思 把衣服送给了阿芬 他撒谎骗阿芬说 这件衣服是他妈妈让他亲自送过来的 而阿芬为了表示感谢 他特地给阿芬打了个电话过去 可阿芬一听衣服到了阿芬手上 他毫不客气地戳穿了孝珍的谎言 阿芬一听衣服是送给玉子的 他把火器撒到了玉子身上 玉子一个劲地给阿芬解释 他并没有和阿芬争夺海军的意思 他不敢忘记阿芬对海郡的养育之恩 可阿芬此时正在气头上 他听不进去玉子的话 反而变本加厉地和玉子吵了起来 玉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觉得自己的存在只会给海郡造成困扰 一气之下 玉子竟然离家出走了 而玉子一走 阿芬就后悔了 他后悔自己不该说那些气话 现在玉子这个亲妈走了 海郡还怎么能踏踏实实结婚 而玉子离家出走后住进了澡堂 他打算去介绍所 重新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而阿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在介绍锁门口找到玉子 他强行把玉子带回了家 回家之后 阿芬劝玉子不要再随随便便离开 也不要理阿芬的挑拨 一切要以海郡的利益为重 就这样 两人和好如初了 而阿芬也算想开了 他把海郡和孝珍叫来 让他们结婚之后 就去孝珍家里住 他不再反对了 既然阿芬已经同意 海郡便决定婚后搬到孝珍家去住 两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金 这下阿金也无话可说 眼看海郡的婚事马上要成了 老张这个做哥哥的 很为海郡开心 可开心的同时 老张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最近他总是感觉头晕目眩的 老张去医院做了的身体检查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医生告诉老张 他得了假装腺癌 必须做手术治疗 医生让老张不用担心 尽早做手术治疗 而老张害怕家人担心 不敢将自己患癌的事说出来 他只偷偷告诉了弟弟海郡 让弟弟陪他去医院做手术 手术这天 老张向家人们撒了个谎 说他要和老朋友出去旅游几天 家人们信以为真 没有丝毫怀疑 就这样 老张在弟弟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手术之前 老张特意把手机关机了 老张的老婆任书 联络不到老张 只好打电话给老张的朋友 可朋友告诉任书 老张根本没和他一起出去旅游 任书一下奇怪了 他不明白 老张为什么要撒谎骗他 任书接着又打电话给海郡 可海郡此刻正在手术室外等候 他根本不敢接大嫂的电话 几个小时之后 老张做完手术顺利醒来 海郡让老张给任书回个电话 老张给任书回来的电话过去 任书问他在哪 为什么不接电话 老张只好继续撒谎 说他在外面旅行 没接到任书的电话 任书没有当面戳穿老张 但他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而老张手术之后 在医院待了几天准备出院 可谁想这时医生告诉海郡 老张的癌症已经转移到骨髓 没办法治疗了 他最多还有七个月的时间可以存活 一听这话 海郡当场就哭了出来 而海郡崩溃的样子 刚好被老张瞧见 老张问海郡出了什么事 是他手术失败了吗 海郡本来还想撒谎 可老张让海郡说实话 不然他就亲自去问医生 没办法 海郡只好把老张癌症转移的 是说了出来 一听自己还有七个月可活 老张简直震惊的不敢相信 冷静下来之后 他亲自找到医生询问 可得到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两个 回家之前 老张伤心的和海郡抱头痛哭 可哭完之后 还是要积极面对生活 老张叮嘱海郡 不要把他生病的事告诉家人们 回到家 老张装作刚旅行回来 拿出买的礼物送给家人们 而任书直接戳穿了老张的谎言 问他这些天去哪了 虽然任书已经识穿老张的谎言 但老张还在死鸭子嘴硬 他继续撒谎说 他就是出去旅行了 不过是一个人去的而已 任书当然不可能相信 可老张不再理会任书 自己睡了过去 不幸的是 任书很快发现了 老张从医院带回来的药 他问老张 这些药是干什么的 老张这下再也瞒不下去了 他只好告诉任书 其实这几天 他去医院做手术了 他不想任书担心 所以才瞒着他 而任书一听老张做手术 果然担心得不得了 他问老张得了什么病 为什么要做手术 可老张还是不肯说实话 他继续骗任书说 只是一个小手术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海郡一直帮哥哥打听治疗方案 可无论咨询了多少医生 得到的答案都是无药可医 海郡无奈地哭了起来 谁想这是任书找来了 任书本来是来打听老张病情的 一看海郡这副悲伤的模样 任书的怀疑更甚了 他问海郡 老张到底得了什么病 海郡眼看瞒不住 只好把老张癌症晚期的是说了出来 得知老张还有七个月可活 任书感觉天都塌了 他根本不敢相信 让老张和他再去医院检查一次 老张当然也很难过 两人就这么抱头痛哭起来 哭过之后 任书让老张不要放弃 他会陪着老张治疗 一起走过这段最艰难的路 而老张则让任书不要把他当病人 他想像个正常人一样 过完剩下的日子 就这样 两人决定携手共度难关 而老张的弟弟海郡 也顺利和女朋友孝珍结婚了 这个女人的命好苦啊 明明有一个相爱多年的男友 可谁想这个男友死得早 任书不得不怀着男友的孩子 嫁给了现在的老公老张 所幸 老张是个人品不错的老实人 他把任书的孩子 当自己亲生的对待 一家人日子倒也过得和和睦睦 他一定要让侄子认祖归宗 甚至不惜告到法院 强迫侄子改名换姓 很快 任书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甚至连任书的婆婆也被惊动了 他很疑惑 难道养了三十多年的孙子 不是自己亲生的吗 阿金这一举动 给任书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任书亲自找到阿金 质问他 一定要这么绝情 把大家的生活 搅得天翻地覆吗 可阿金一心只想 认回自己的侄子 他嘲讽任书 明明不爱老张 却怀着他哥哥的孩子 嫁给老张 这根本是把老张当接盘侠了 阿金的话很过分 任书气得扇了他一耳光 任书的话同样惹怒了阿金 阿金也给了任书一耳光 最后 任书将船票撕得粉碎 让阿金不要妄想把儿子 从他身边抢走 回到家 等待任书的 是婆婆阿芬的质问 阿芬这些年 一直被瞒在鼓里 他根本不知道 任书竟是怀着别人的孩子 嫁给他儿子的 面对婆婆的质问 任书没有否认 得知帮别人养了30年孙子 阿芬简直呕得吃不下也睡不着 可老张站在任书那边 他反过来劝妈妈 一起生活了30年 有没有血缘关系 已经不重要了 志源永远是阿芬的孙子 可阿芬一时之间 根本无法接受 他气得哭天枪地 无论儿子而媳 怎么劝说都没用 而志源下班回家 刚好听到了几人的对话 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阿芬只好把事实说了出来 志源一听 阿金提起了诉讼 他直接杀到了阿金家里 志源不理解阿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他已经承认了阿金这个姑姑 把阿金当做了他的亲人 阿金只好告诉志源 光是志源承认不够 他要法律也承认 他必须让大家都知道 志源是他哥哥的儿子 阿金的做法 志源当然无法接受 他不能眼看着姑姑 伤害养父一家人 回到家 志源紧紧地抱住了老张 他告诉老张 他永远都是老张的儿子 下辈子也要做老张的儿子 他从没想过 让其他人做他爸爸 第二天 阿芬亲自来到了阿金家 阿芬是来道歉的 他觉得 这事是老张做的不好 老张不该强行霸占志源 他现在才明白 阿金为什么这么恨他们一家人 而阿金没想到 阿芬既然这么理解自己 他和阿芬抱头痛哭了起来 一边哭 阿金一边向阿芬抱怨 他哥哥是被老张害死的 老张当初如果不出卖他哥哥 他哥哥就不会死 阿金的话 一下让阿芬惊呆了 他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档子是 可阿芬不敢相信阿金的话 阿芬了解自己的儿子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 是个宅心仁厚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出卖阿金哥哥这种事 阿金拿不出证据 也懒得和阿芬掰扯 他只恳求阿芬去劝一劝志源 让志源回家认祖归宗 阿芬回到家 就怒气冲冲质问老张 是老张害死了阿金的哥哥吗 凶手当然不是老张 但老张想保护这个凶手 他竟然把黑锅背了下来 老张的话差点没让阿芬气死 他没想到 老张竟然是个这么卑鄙无耻的人 而人书很为老张委屈 他让老张把真相说出来 可老张坚持不肯说 宁愿自己默默承受一切 迫于无奈 人书只好亲自把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害死阿金哥哥的人不是老张 是阿金的老公大雄 而老张害怕阿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才把黑锅背了下来 得知真相的阿芬更加愤怒了 他没想到 老张竟是这么个冤大头 不仅帮人养儿子 还帮人背黑锅 可老张觉得无所谓 他恳求妈妈 不要再说些伤害人书和志源的话 在他心里 志源就是他亲儿子 阿芬接受不了这个残忍的事实 他生气地赶孙子志源离开 可老张一直把志源当自己的亲儿子 他让妈妈有什么气 就冲着他撒 毕竟是他执意要娶人书过门 照顾人书母子俩生活的 而志源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现在奶奶不肯认他 他在家里的地位实在尴尬 而志源的亲生父亲早就去世了 志源还有一个亲姑姑阿金 阿金倒是肯认他 甚至不惜打官司 都要把他抢回来 可阿金一直逼他和养父一家断绝关系 还一直给他洗脑 说是他的养父老张 害死了他的亲生父亲 志源一下陷入了纠结 他不知道该留在养父家里 还是回到自己亲姑姑身边 而阿金的老公大雄 眼看一切乱了套 他不得不把阿金哥哥的死亡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当年 是大雄出卖了阿金哥哥 才导致了阿金哥哥的死亡 老张这些年 一直替大雄背了黑锅 得知真相的阿金 简直震惊 他没想到 是自己的老公 间接害死了自己的亲哥哥 阿金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他躺在床上 谁也不愿意打理 志源的母亲 任叔来看望阿金 可阿金并不领情 他甚至更生气了 他觉得 任叔是来看笑话的 明明任叔两口子知道 害死他哥哥的凶手是谁 却自以为是的 一直瞒着他 把任叔骂了一顿之后 阿金又亲自找到老张 阿金告诉老张 不要以为替他老公 背了这么多年黑锅 他就会感谢老张了 就算老张不是害死 他哥哥的凶手 但这么多年 老张确实隐瞒了 他侄子的存在 他现在一定要和老张打官司 把侄子抢回来 让他哥哥在天之灵有所安慰 而阿芬 因为孙子不是亲生的 气得离家出走 住进了朋友家 老张和任叔来接阿芬回家 可阿芬不肯回 志源这个做孙子的 只好亲自来接奶奶回家 阿芬不愿意搭理志源 志源只好一直和阿芬 提小时候的事 阿芬被这些往事刺痛了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在意 志源是不是他亲孙子 和志源一起生活了三十年 有没有血缘关系 根本不重要 他只是突然得知真相 一时气愤而已 现在志源来哄阿芬 阿芬一下就不生气了 他乖乖地跟着志源回了家 而大家不知道的是 老张现在其实已经癌症晚期 没几个月可活了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老张决定让志源回姑姑家 认祖归宗 老张告诉志源 无论志源姓什么 志源都永远是他儿子 他们的关系 不会因为一个姓氏而改变 而阿芬听说 阿芬不吃不喝后 不要再难过了 因为老张决定让志源认祖归宗了 阿芬没想到 老张一家人竟然愿意 让志源认祖归宗 他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阿芬走后 阿芬想了很多 他觉得是自己太过分了 总是做出一些 让所有人都不高兴的事 最终 阿芬决定不打官司 也不强迫志源 改名唤姓 认祖归宗了 同时 阿芬向老公大雄提出了离婚 他无法再和间接害死 自己哥哥的凶手 一起生活下去 而大雄自知理亏 他不敢奢求阿芬的原谅 他愿意从家里暂时搬出去 但关于离婚这件事 大雄请求阿芬 再多考虑一下 而老张的癌症 已经到了晚期 没几个月可活了 在剩余的时间里 老张希望看到 儿子结婚生子 可老张的儿子志源 并不知道 爸爸得了癌症 他暂时没有结婚的想法 志源的女朋友小美 也不想结婚 她的心思目前在事业上 眼看两人都不愿意结婚 老张气得差点和他们吵了起来 为了说服儿子结婚 老张只好亲自找到阿芬 让阿芬这个亲姑姑 去劝说志源 可阿芬此时一个头两个大 他告诉老张 他自己都要离婚了 哪来的经历 管志源的闲事 老张一听 阿芬要离婚不得了 他亲自找到大雄 让他主动点挽回阿芬 大雄确实不想和阿芬离婚 过几天就是阿芬的生日 大雄特地请阿芬吃饭庆祝 大雄请阿芬原谅他 他说当年他之所以会出卖阿芬哥哥 是逼不得已的 而阿芬和大雄一起生活了三十年 虽然他气大雄 做了对不起他哥哥的事 但这三十年来 大雄对他一直很好 他也陷入了纠结 到底要不要和大雄离婚 而这时老张找到阿芬 他告诉阿芬 其实阿芬哥哥生前留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早就原谅了大雄 阿芬拿到哥哥的信一看 原来哥哥早就知道 出卖他的人是大雄 但他还是选择了原谅大雄 看到哥哥信的阿芬想开了 他最终选择了原谅大雄 让他搬回了家里来 而老张的儿子不肯马上结婚 老张只好提出 先和亲家见见面 可志源仍然不同意 他觉得既然不急着结婚 就没有必要和小美的家人见面 父子俩为了这事 差点又吵了起来 而老张的老婆 人数实在看不下去 他害怕老张活不到儿子结婚的时候 他只好把老张癌症晚期的事 告诉了志源 并要求他尽早结婚 满足爸爸的心愿 志源得知爸爸患癌的消息后 既震惊又悲痛 他把这个噩耗 告诉了女朋友小美 两人一商量 决定安排小美的家人和老张见面 小美从小有奶奶抚养长大 最终老张和小美奶奶见面了 小美奶奶很好相处 看着这个平易近人的亲家 老张觉得很欣慰 见完面后 志源告诉爸爸 他和小美决定明年结婚 一听儿子要结婚 老张既高兴又悲伤 他悲伤的是 自己可能活不到明年 亲眼看着儿子结婚了 但老张不能表现出来 他表面上仍然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而人数不明白志源 为什么要那么晚结婚 志源只好告诉人数 其实他是故意的 他故意把婚期推得晚一点 这样爸爸就会为了看着他结婚 努力地活得更久一点 这下 人数明白了志源的用意 他也表示赞同 就这样 志源一边准备着婚事 一边带着爸爸一起锻炼 连老张都看出来了儿子的良苦用心 他问人数 志源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患癌的事了 人数没有否认 他点了点头 对于儿子的心意 老张当然觉得很欣慰 他也愿意为了儿子 和并魔抗争到底 除了看着自己儿子结婚 老张还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给人数补办一个婚礼 因为两人年轻时 结婚结得太过仓促 连婚礼都没办 老张希望能够补偿 人数一个婚礼 最终 老张重新向人数求了婚 两人举行了婚礼 而婚礼之后 老张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开始感受到强烈的疼痛 老张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他把全家人托付给弟弟海军照顾 然后和朋友们回了一趟老家 大家在老家吃吃喝喝 老张仿佛觉得自己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而本故事到这里就完结了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看